酪梨料理千变万化 欢迎特别嘉宾 李耀堂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老师要大方送 送给聚焦2.0的铁本 叫做《蔬食共和国》 这本书里面告诉大家 你可以拿酪梨或者是番茄 做好多好多的食材 包含说今天要教的沙沙酱 您到聚焦2.0的APP上留言 就知道我们要怎么送书了 酪梨本身它的水分有7% 30%是油脂 它是属于单元不饱和的脂肪酸 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 切酪梨的时候 我们就是劲刀 然后让它旋转 哇 这个手势 爱真切 人家是帅哥大厨师 那等一下我会切到手 对 然后把它旋转 这个老师有练过的 旋转这样就好了 旋转好之后拿这个纸 我现在用的是哈士酪梨 然后就用一个刀 这样子弄一下旋转 它就掉下来 帅 原来有死 对 您切酪梨都那么帅 真的吗 然后取酪梨的果肉的部分 如果是刚好成熟的时候 它其实用剥的就可以 用剥的就可以 它就分开来的 可是这个也有技巧 因为我有时候买的酪梨 就剥不动了 它还太生硬 对 如果剥不动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样子 举下来也OK 哇 好伸手 对 举下来就好了 一次OK 好 我现在就把它切片 片的部分当然是越在 那个0.3或0.5都OK 但是这一颗比较熟 所以原理上我们就是 你的刀子切下去之后呢 避免它糊掉 所以原理上你就是不要过度的 去换位置就好了 切成钉状 对 切成钉状 它的做法就是取出酪梨子 刚刚看到 然后马上掉下来 切成钉状 再来 再来我就调它的味道了 哇 重点来了 这个是新鲜的柠檬汁 那我大概给它两大匙 好 那盐巴 可有可无啦 我就给它四分之一小匙 好 我先把它拌匀 发现我已经去皮了 把它切丁 对 那这是香菜梗 对 那这个是香菜梗 是Sasa的最主要的一个香气 辣椒 辣椒去脂切碎 然后一个提味的 Tobasco Tobasco 对 Tobasco 就是我们在吃那一种 其实辣辣的那一种 那这一杯还蛮重要 这一杯是酪梨的酪梨子油 酪梨子油 所以我们给它两大匙 酪梨子油 对 酪梨子油 好 拌匀 对 拌匀之后我就把Sasa的这个酪梨 放进来 好吃啊 对 这个超好吃的 因为这个酪梨它不是水果 它是油 那拌的时候呢 因为它酪梨会比较烂一点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搅拌 然后拌完之后呢 我如果没有放香菜的话 对不对 我就可以放在冰箱 那实际上有香菜 没有香菜都OK啦 好 那这时候就给它上盘 哇 今天晚上就要来吃这个 开始来摆盘了 旁边就是准备一些苏打饼 跟小厕切 是 那么一般观众要品尝的话 就是把它撒在这个饼干上吗 对 撒在饼干上 或是直接这样 好